我们把刚才讲过的单个的电瓶触发的D触发器这样的时间特性 带入到我们前面讲过的更复杂的电路结构 比方说构成了主从结构的边缘的D触发器 我们看看它的时间特性 由于它是由主从结构的电瓶触发器构成的这么一个边缘特性 所以它其实跟前边数据和脉冲信号打交道的 依然是我们主触发器的电瓶触发器 那么主触发器的这个电瓶触发器 我们看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 知道了电瓶触发的D触发器 它对数据和触发信号之间有早来晚走的要求 那么这个早来多少晚走多少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建立和保持时间 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把它带入到前面所讲的更复杂的电瓶结构 主从结构的边缘触发的D触发器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特性 对于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电瓶的主触发器 由于在主从结构当中 它是直接面对了我们的触发信号和数据信号 所以它会直接把主触发器对时间特性上的要求带进来 那么这个特性带进来之后 也就是说它会是这个电路本身测量出来的 这个早来晚走的时间 也就是建立保持时间 就会成为这个边缘触发器的早来晚走的这个时间 那么这是前端 那你在使用这样的一个边缘触发器的时候 就应该满足这个要求 让你的数据要早点来晚点走 也就是要留出建立和保持时间的余量 那我们下面的问题是 对于前端的主触发器 你可以做到通过输入信号和脉冲信号之间的配合 来满足这个要求 那从触发器呢 我们看一下 从触发器 它从电路结构上来讲 和主触发器是一致的 那么从触发器跟主触发器结构的一致 就决定了说 我其实也有 对数据信号也有这个要求 也就是它对中间的这个star这个信号 也会要求它早来晚走 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 这个早来晚走 可怎么满足 因为它是在电路内部 我们说对于后端的这个从触发器 它的锁存是我的clock信号 从1到0的时候会发生锁存 那clock信号等于1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star信号会不会提前建立 从整个电路结构来看 clock等于1的时候 主触发器处在关闭的状态 主触发器的关闭状态就决定了这个star信号是不动的 那么这个信号的不变就确定了它要求的在clock等于1期间这个信号已经早来 而且一直持续保持不变 那么晚走呢 我们看一下它要求晚走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clock从1变0的时候这个star还能保持不变 那我们下边就看一下 如果clock从1变0 我们看这个波形图当中的分析 如果clock从1变0 一旦从1变0就意味着前端主触发器的打开 而前端主触发器一旦打开 就意味着这个star信号会跟随你的数据信号d发生变化 那么如果这个star信号跟随d发生变化是即刻的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时间延迟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晚走也就无从满足 但是好在我们都知道 门电路都有这么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呢 保持过去的值还可以保持一会儿的特性 我们在前边也对这样的特性有所描述 描述的是什么 是tcd tcd代表什么 tcd代表的是当我的输入信号发生变化 进入无效之后 我的输出要经过多长时间出现无效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它 就成了什么呢 当我的输入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的输出还能保持过去的值保持多久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时候电路本身所具备的这个tcd就至关重要了 那如果tcd不存在 我从出发器的晚走的时间就无从满足 那我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晚走的时间 在主从结构当中 是靠我前端的这个出发器的tcd来满足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前边的分析稍作总结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描述 我们说对于一个边沿出发的d出发器来讲 你要关心它的时间参数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传输延迟时间 传输延迟时间 在我们的出发器当中 时间起点发生变化 不是输入信号发生变化的时刻 变化成了什么呢 变化成了触发信号 什么时候触发 也就是对于这个电路来讲 对于这个 对于我们图中的电路来讲 这是一个上升延触发的d触发器 那么它的tpd起点就放在了clock的上升延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是说当我的clock上升延到达的时候 也就是触发之后 我要经过多长时间 这个新的数据值能够站在q上 这叫tpd 那同理还有tcd的存在 tcd指什么呢 tcd所指的是 当我触发发生的时候 我的输出会发生变化 会从刚才的线态 要变到下一个次态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势必经过无效态 那么tcd所描述的就是 当我触发发生之后 我还能够保持过去有效状态 保持多久 才出现无效态 那么这是tcd 这个tpd和tcd沿用了我们在门电路当中的概念 一个是有效到有效 一个是无效到无效 那除了这两个参数之外 我们还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建立时间 一个是保持时间 建立和保持时间 如前面所分析的 我们所指的是 对于触发器来讲 数据信号和触发信号之间的配合 它是一个早来晚走的时间 应该说它是对触发器的使用者提出的动态时间参数配合要求 它要求你的数据应该早于触发信号来 晚于触发信号走 早来多少的时间 叫做建立时间 晚走多少的时间 叫做保持时间 而所有的这些时间参数的来源 都源起于我们触发器的内部最根本的结构 就是我们门电路 正是因为我们门电路本身所具有的时间参数 带入到了触发器的结构当中 衍生出了这些参数 那么所有的这些参数值都是测量值 应该是作为器件手册当中提供的参数 是我们使用当中要注意到的特性之一 那对于我们前面所讲的第五章当中 介绍的出发器 大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总结它 一个是我们所说的逻辑功能 我们提一个出发器的逻辑功能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想到的是特性表 会想到的是特性方程 会想到的是状态转换图 但是如果单有逻辑功能 我们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这些逻辑功能发生 因此所有的逻辑功能都是在一定的电路结构当中实现的 那大家在掌握的时候 建议大家从电路结构的演变予以掌握 那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 我们说一定的电路结构 不仅决定了它的出发方式 也决定了它的逻辑功能 那么逻辑功能的总结是高于电路结构的抽象 但是它会丢一些信息 比方说它丢掉了 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触发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触发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 能够读懂出发器的封装图至关重要 因为在逻辑封装图当中 不准明确的标注了它的输入 到底是JK的还是RS的还是D的 还通过对触发信号的标注 图形标注能够直接读出 它是电瓶的还是主从结构脉冲出发的 还是边沿的 那么有了触发器这个基本介绍之后 我们再和前边的组合电路进行配合 就能够构成我们新的电路模式 持续电路